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19年3月12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异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老我 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洁公书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三十七篇 三到四节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 以遵行圣经的真理为乐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珍惜其从最终的酒 主在释迦境将我所留 我珍快乐 祝惜我既有 荣耀归主明 真言 第十九章 第一节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乖谬欲望的富足人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乖谬欲望的富足人 主耶稣 求你使我看重行为纯正 远胜过看重财富的得失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明 荣耀归主明 救主保鞋 将我追悉 荣耀归主明 马太福音 第二十六章 四十七到五十节 说话之间 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 来了 并有许多人 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 与他同来 那曼耶稣的 给了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与谁亲罪 谁就是他 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 随即到耶稣跟前 说 请拉比安 就与他亲罪 耶稣对他说 朋友 你来要做的事 就做吧 于是那些人上前 下手 拿住耶稣 主耶稣 我很难过 犹大与你亲嘴问安 同时又出卖你 主耶稣啊 求你使我远离这样的罪恶 求你赐给我 单纯的心 诚实的心 来跟随你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家在前头 世家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家在背后 世家在前头 世家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